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尖基已经算长命了 说38岁 他父母不差 但是他三岁的时候 他一早又不运动又不去168等等 总之他又肥半 所以他的原因就是不好 你看他所有的儿子都是短命 这个可生如智 我们只是额外说 好了 明朝的不少皇帝都是病死的 明成祖朱弟 明仁宗朱高刺 明代朱其玉 明献宗朱建森 明孝宗朱厚堂 明武宗朱厚照 明木宗朱仔厚 都是这样的 怎样死法呢 有三件事 我们知道 第一 要不就是自己吃丹药 中毒死的 吃丹药 但是他们想度假 年丹药 第二 要不就是说皇帝尋力走息 中欲过渡而死 不奇怪 第三件事 要不就是被权臣毒死 所有明朝皇帝都是这样的 我们计算一下 如果看这个历史事实 朱瞻基究竟怎么死 中这三件事 哪种呢 第一 是否自然是丹药中毒而死 自己毒死自己 猛食丹 先丹 终于成仙 是不是 丹药之所以被人称为皇帝杀手 因为那丹药含有这三件事 虹、身、圆 都是 如果你看《道教经》 连外丹 有五金、八石、三黄 三黄就是这些东西 虹、身 虹是水银 大家知道 身是什么 知不知道 飞伤 飞伤 谁请武大佬吃的那些呢 圆 圆毒也是 韩月都是死圆毒 你吃皮蛋多 就是圆毒 皮蛋漂亮的 唐心皮蛋很多缘分 好了 可以说 这些全部都是丹药蛋 是重金属 重金属吃在身体里 就不会散 就是积聚在那里 越积越多就会超标 就是这样 明朝最文明的 是炼丹王 就是哪个 就是嘉靖皇帝 朱厚冲 以后我们会说他 为了方便他炼丹 直接不在皇宫住 走去西苑住 这个人很有趣 去炼丹 直接不在皇宫住 走去别墅里住 结果后来差一点 被工女辣死他 那个皇帝 就是这个 他不死了 因为他用的帘子太粗了 粗了头的裂 反而就卡住了 他不死了 这个是遲些再说的 这个皇帝竟然是被工女谋杀的 但是终于是吃药吃死的 59岁死的 那个 不要理他了 这个说到他才说他 这个朱占基 虽然信奉佛教 但是他只是什么 他不练丹 他只是喜欢玩蜥蜀的 他不练丹 所以他是在整个明朝 全部是很流行斗殊的 就是他皇帝带起的 他曾经下令苏州的知府 帮他采办一千只释出 搞到鸡犬不灵 这件可能是他最坏的事 一生都做的 但是这个不要理他了 他吃丹死的 不是 这个死因就不成立 第二 沉溺酒色 中辱过度而死 皇帝看不看这些 他是不是 现在如果看上识就知道了 就是说他 朱占基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皇帝 为什么呢 他有两个皇后 一个是胡擅长 一个是孙子 大家看电视剧看得多 孙皇后就永成元主 那个主宝孙中的女儿 这个就是后来明英中 朱祁镇的生母 这个生母就是姓孙 这个就是后来皇帝的生母 但是呢 他两个青梅竹马 其实就一早就很好了 但是明朝的特色就是什么呢 很多平民皇后 很多平民妃主 你会发觉明朝有个特色 其他都是贵族 在明朝皇帝和皇后的妃 很多是平民 所以你会发觉明朝 是没有什么后宫之禍 没有什么皇后造反 或者女权那些 你知道在东汉的时候 就是多了 外戚之禍 但是因为皇后不恶 所以反而抑了太监 因为皇后也太监 两个人恶 就是这样 这个孙氏进宫之后 就为朱占基的母亲 收到养女的 这个孙氏 其实是他母亲养女的 后来当时呢 当时朱占基的母亲 还是太子妃 即是后来的张皇后 收到养女 所以既然这个孙氏是养女 所以他和皇帝从小玩到大 因为他是母亲的养女 好了 都永乐15年了 朱占基19岁 已经识分年龄了 19岁 所以明成祖之日突然宣布 要为皇宣朱占基立个妃子 好了 还帮他选了 选了谁呢 选了这个胡善祥 就是说 竟然是和他选了一个他不喜欢的 反而这个和他游戏玩到大的孙氏 本来他喜欢这个 但这个就做了側膝 做了飞子 就是这样 所以 朱占基当然是不高兴 喜欢那个 但是 没办法 所以 阿爺命令 所以 息子结婚之后 朱占基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孙氏在一起 就不骚胡善祥 胡善祥一直都是独手空防 一个子都没有生过 后来胡善祥做全身病 这个是 如果你看电视剧可能是 改得好一点 和事实有些不同 好了 在永禄22年 当明仁忠继位的时候 即是他爸爸继位的时候 朱占基做了太子 那朱占基太子 你胡善祥当然是做了太子妃 但是第二年明仁忠就死了 明仁忠死了之后 朱占基那时28岁是职位 明宣忠 继位之后 第一件大事做什么 就拆立皇后 那么他心目中的皇后 当然想到孙氏了 不用说 他喜欢这个 但是胡善祥身为太子妃 当然是应该做皇后的 但是想了很久之后 他想了两传其美的办法 就叫胡善祥做皇后 孙氏做贵妃 但是孙氏是享有和皇后同等待遇 这个他作出来 好了 那就是说 孙氏名义上就是贵妃 但是本质上是皇后 所以如果你看电视剧 就看到两个争得很紧要 好了 这个方堂决定 他母亲竟然同意 为什么同意 因为孙氏是他的养女 他当然是争了孙氏 于是同意了 朱智基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朱文章清帝之后 是做了一种坏事 就是什么呢 有一种殉葬制度 以前是停了明朝停了 但是朱文章恢复殉葬制度 明朝的妃 如果你的妃是没有儿子的话 死了之后 你就要难逃一死 就要陪皇帝春葬 好了 其他宫女 连宫女都是 不是只有妃 好了 孙氏 有了皇后之神 但是可惜他一直都没有生个儿子 为了达成心愿 后来朱占基和孙氏想到一件事 想什么呢 借福生主的办法 最终是蒙运过关 所以后来他的儿子就是英宗 英宗朱旗震 即土部宝主席那个 日后我讲到他会详细说 为何 他其实不是他生的 即是在这里 鼓吓出来的 因为他要有儿子才不用死 如果不是他要殉葬 好了 在洪喜三年 那时朱旗震被拆立为太子 两个多月大 就入主东宫 之后胡擅长皇后的地坏 就被废了 废了去 同年二月再立宣誓 正式做皇后 所以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事 好了 但是可惜 做完这件事之后 那个朱占基又短命 宣得十年 他最好十年皇帝死了 十年之后他病死了 所以说真的 会不会是因为沉溺走息 中欲过渡而死 不可能 所以这个死因也是不可能 第三个死因是什么 第三个死因是被权神毒死 这件事 这个可能更加少 为什么呢 因为朱占基在下的时候 一批名臣全部有 文臣有三样 大家知道三样 除了三样 杨氏 其样 永样 普之外 还有简易 夏延吉 全部都是在历史上的名臣 很大臣 武将有当时的英国公张富 秦富有于谦 有周岑等等 人才仔仔 所以在朱占基和人才统治之下 为什么他们会说他有仁宣之治 他是一个好皇帝 这是继民警之治和精官之治之后 历史上一个很文明的人宣之治 就是他 帝王和神之治和百姓之间 就是 每个人都很敬仰他 你说如果大臣要杀他 就没什么可能 所以不是这样 你说来说 为什么他死了 三样如一 为什么会死呢 为什么暴毙呢 你看看我引文第三个 在明史本纪第九 宣众本纪里他说 十年春 精月 贵有朔 不示朝 命群臣蝶王太子于文华殿 甲叔大尖 大买 营造诸事 月害奔于乾清宫 年三十有八 在历史上就这么记住 专机病一个月都不够就死了 算明这种病是什么 急病 病一个月都不够就死 现在平民都熬了几个月 皇帝当然很多人看着 但都一个月就死 所以一定是急病 所以专机的爸爸朱高县 都是急病死的 突然间死的 所以关于他的死因很多说法 当然朱高县就没得说了 因为小时候是不正常的肥 在他死之前三日 都仍是和大臣在商议正事 突然间说不舒服 那就崩于阴汪殿 崩于阴汪殿 历史就这么记住 前后两天时间就死了 所以病都没有病 最容易说的说法是什么 最靠谱的就是死于心臟病 心臟病已经快到这样 肥胖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大家知道这个 同时这种疾病 亦都因为基因可以传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觉得 这位朱瞻基仁兄 在寿命上看出 三十多岁离世 你看看后面的皇帝三十多岁死 有两个是十多岁死 所以朱高次度的孩子 我觉得寿命都不长 刚才看到了 看到很可能是心脑血管疾病 遗传给孩子 所以从遗传学角度来看 很可能他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突然间暴斃 我们觉得他死就是死于这个 不是刚才那三种原因 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个孙中结果死了 做了十年皇帝 他和道教有什么关系呢 孙中春节在位期间 他是学回全朝的父母的做法 就是用一种方法 寄崇且仰这种方法 寄崇且仰就是说 崇敬道家 但是亦都抑制他 又不让他乱来 就是这样 在崇道方面来说 他称自己是长春老人 因为自己当自己是道士 一方面是尊崇明朝 正一道的首领承法 亦都是继续对那些自教的真人供奉 大家知不知道现在这个天司 由开始的时候 一路将天司第一个下来 将导灵开始 一路到现在都还有 六十五 六十五人 但是近来就没得说 为什么呢 近几年的时候 就是分了两派 一只去了台湾 一只去了大陆 那两边 那边不承认 那边第二 第五十四届 开始不承认你 他又说不承认你 不要管 这是政治上的关系 这个不理他 不过就是说那些道家 由那时的将导灵 第一届天司开始 一路是一路有位 一路传来 世世代代都是世袭的 那现在已经成五十多代了 就是做到这样的情况 好了 那在明朝这个孙德年间是怎样呢 在1426年 就追封道教正一派的 当时那个叫张宇清 第四十四代 就是传到那时是四十四代 一路传到清朝民国之后 就六十几代 孙德32年 就张宇清死了 死了之后 他又封回同族的侄 现在张义成是自教 做四十五代天司 到孙德三年 孙德就是你的皇帝 三年的时候 张茂城入朝 奉命是见延熙大赵 又封他做真人 管领了全中国的道教 都是他这个时候的事 到孙德三年 又升三个茅山玄符公的道士 做任志环 做太上智盛 鲁皇帝命令 是提督他做泰和山公冠的事 再命令他做上清派的第五十三代宗司 这些全部是在宣宗时代对道教的东西 讲讲这个任志环 做太上智盛 太上智是做什么的 太上智是专利负责祭祀的 即是皇帝的家庙差不多由道水管 就是换句话 这个任志环曾经写过太和山智十五卷 就是成祖永乐五年的时候 曾经做过杜律师又正义 到十一年是再做太和山肉虚公的提点 即是全部的官职很大 虽然他没有实权 但是做的官职大过宫廷女官一样 这些都是在明宣宗时期所做的对道教的贡献 这个当然引起后来很多事情 不过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因为下面开始讲到下面 英宗 英宗是土木保主役的英宗 人宗和孙宗 因为两个都是短命的 一个做了十个月 一个做了十年 一个做了十个月 一个做了十年 两个儿子都不是很糟糕了 我们下一次就开始讲朱祺镇 讲英宗 留下一次才讲 因为讲了一刻又够钟了 今天不讲了 只是讲到这儿算了 好吗 好 刚才有没有人欣赏过老师的画作 是不是很清楚 好 message offended 那么 那 这 就 不能 挺 rainforest nomination quindi